現在報告2月13日晚的新聞 首先是國際和中國的消息 美國總統拜登和第一夫人 2月12日農曆新年初一 在推特上發表視頻 祝學農曆新年快樂 並且譴責針對亞太裔美國人的種族主義 騷擾和受恨罪 前一天拜登在中國農曆新年隨即 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了電話 去拜登的中國農曆何歲講話中說 他說吉爾和我在這裡祝願每一位 慶祝這個階節的人農曆新年快樂 拜登祝學農曆新年的視頻已經傳遍了網絡 不過近幾屆美國總統都有農曆新年 發表河水講話的習慣 日本東岸水域發生強烈地震 初步超級震級是7.1級 地震在當地時間13日晚上11點08分發生 首都東京的建築物出現了晃動 不過似乎並沒有造成重大的破壞 當地核設施也沒有報告任何不尋常的情況 日本氣象廳也沒有發布海嘯的預警 前歐洲中央銀行行長 意大利經濟學家 特拉格13日正式宣誓成為了意大利的新總理 特拉格在總統馬達雷拉的見證下宣誓就職 意大利議會將在下星期對新政府進行信任的投票 意大利是歐元區第三經濟體原總理孔特領導的執政聯盟 在過去幾個星期因為在議會參議院中失去了絕對多數 而陷入了政治危機 孔特在1月26日向馬達雷拉遞加了辭情 特拉格曾經擔任意大利央行行長 在2011年至2019年擔任歐洲央行行長 被認為成功地被歐元區擺脫了歐元危機 因此被稱為超級馬利歐 在德國的薩克森州 來自不同家庭的人坐在汽車裡的時候 都必須戴上口罩 德國圖片部報導說 這個規定適合同坐一車的不同家庭者 以及貨車上的工人 駕駛者也必須戴上口罩 裂行措施適用於2月15日至3月7日 在汽車上戴口罩實際上違反了德國的規定 因為無法置識別駕駛者 但是警方說 戴上口罩的超速駕駛 也無法逃脫罰款 就政府的警察同长说,通过眼睛就足以适力驾驶言 牛津大学将首次就大学和阿斯利康合作研发的冠状疫苗 对儿童的安全性和免疫反应展开研究 女行新的中期临床试验目的是了解牛津阿斯利康疫苗 对六岁至十七岁年龄段的群体是不是有效 牛津大学表示将招募大约三百名志愿者 预计在本月内为志愿者进行首次的接种 牛津疫苗需要接种两剂 它的价格比其他一些疫苗要低,在分发存存方面也比较方便 另外,据英国电讯报报道 一批英国科学家表示 一种全球通用的冠状病毒疫苗有望在一年之内民势 盧头社引述报道说 这种全球通用的疫苗将能对抗所有新冠病毒变种 看看中国的消息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 冠状病毒索源国际专家组已经完成了全球病毒索源中国部分的工作 目前正在赞写总结报告并希望能在下个星期发表 报告的最终详细版本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公布 谭德塞12号在记者会上说 专家们进行了非常重要的科学工作 使人们来了解病毒起源更前进了一步 同时他表示 目前所有有关病毒起源的假设 都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这个显示目前还没有结论 林一位专家组成员奥大利亚的德华尔说 中国拒绝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早期病例的原始数据 这个可能会使人们更难以理解爆发开始的时候的方式 他说 世卫组织团队内部工作氛围是和谐的 但有时和中国同行在数据的解释和意义方面存在争论 而这种争论在这一类的调查中很自然 而专家组中的荷兰专家傅普曼斯就说 要求中方提供湖北省2020年12月之前的血腹的数据 了解在12月之前 是不是已经在某些地方发生了病毒小规模的爆发 中国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律师 将向伦敦高级法院提出诉讼申请 以获取汇丰银行包括账簿在内的关键文件 华为此举意在证明 美国方面指控孟晚舟隐瞞华为 和香港声通技术有限公司关联 乌渡汇丰银行继续向华为提供服务的情况不属实 从而将阻止孟晚舟被从加拿大引渡到美国 以2018年12月1日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被捕 案件已经持续长达800多人 根据加拿大法院去年12月18日公布的文件显示 孟晚舟的律师向法庭提交的一份书面文件认为 如果加拿大与美国当局合谋对一个和美国没关系的外国人 采取惩罚行动是违反国际法的 去年12月23日加拿大法庭对孟晚舟印度案2021年的审理进行排期 预计法庭审理将持续到2021年5月 加拿大移民部日前公布 任何过去五年内获得至少两年制加拿大大专民团或大学学位 或者持有双等的外国学历的18岁以上的香港居民 即日起可以申请加拿大三年工作签证 由于申请的门栏搞低 这个计划被誉为加拿大政府专门给香港青年人才的救生艇 但是一片欢呼声后面有不满的声音 还未毕业的学生没有办法去上艇 有些已经身处加拿大 过去大半年节已缩食的香港青年表示 直触即将好尽 但是因为未毕业 而不符合申请工作签证的资格 担心最终要返回香港 回到荷兰 今天荷兰感染和住院数字变化不大 今天有4229例新增感染 比昨天要少 但高于上星期的平均水平 医院入住的数字亦下降 今天医院中有1863名新冠患者 其中538人要接受重症监护 世界上已经有一名著名的荷兰人 冰仁霍库 现在又有一名后来者 今天荷兰人挂着出去话说 但28岁的索特曼没有像他的同胞那样去滑冰 而是和一位朋友在附近冰冷的水中捉象棋 索特曼和他的朋友将自己暴露在寒冷的环境中已有一段时间 他说自从2016年以来一直这样做 至于在水中冰层下捉起的想法来自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说 如果你们的确坐在冰上面 不妨捉一盘象棋 于是他们就这样做了 索特曼对于他为什么这么喜欢处在冰天雪地中的爱好 有一个很特别的解释 他说 我喜欢做听起来很不舒服的事情 但是习惯了之后又变得舒服起来 能够将极端不舒服的东西变成一种乐趣 那很好 他说 如果我不能忍受寒冷 就不能真正享受温暖 他们的冰上下棋 是12月27日开展的挑战活动的一部分 到了2月15日是挑战的第50日 索特曼考虑了一个特殊的挑战形式 是什么呢 就是 荷兰的著名兵人威廉霍夫 他名下已经有几条世界纪录 索特曼想要求他前来一起做棋 但是目前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无论怎么样 索特曼那天想在冰上吃一块蛋糕 作为庆祝他挑战寒冷50日的纪念 今天的新闻就报告到这里为止